女人出轨,母亲却惨遭丈夫杀害,但她为之付出的代价远不止于此。 这个女人的经历,让人看完之后简直是不寒而栗,但又总觉得害怕中透露着那么一些酸爽。 众所周知,韩国伦理剧主打就是一个真实。 我们的男主人公老王,是个事业有成的整容医生。 虽然他已经并不年轻,但也让身边人十分羡慕,因为他家里有一个性感美丽的小娇妻。 老王仗着自己事业有成,经常无缘无故地对着妻子大吼大叫。 最近,他发现妻子开始和陌生人打电话,情绪就更加的激动,一大早就冲着妻子大发脾气。 而这个妻子,也绝对不是个省油的灯。 他假装乖巧地目送老王离开,下一秒,就回到家里给自己点燃了香烟,嘴里还骂骂咧咧的,发泄着自己对老王的不满。 在他看来,老王虽然有点小钱,但这个老男人,身体各项机能都跟不上,脾气还格外的古怪,那就别怪自己另寻新欢。 这女人确实是个行动派,立即拿出手机给情人打了电话。 十分钟之后,情人小帅猴吉儿地出现,两个人一见面,就干柴点燃烈火一发不可收拾。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,此时的老王并没有走远,而是在不远处默默地观察着一切。 看到一个陌生男人,进入了自己家里,老王怒火中烧,他捏手捏脚地跟了上去,想看看自己的妻子,背着自己做了什么好事。 结果推开房门的那一刻,又听到了妻子浪荡的声音声,这下出轨是实锤了,老王瞬间觉得头顶发绿,气不打一处来,看到那个男人在自己妻子身上蠕动着。 老王忍无可忍,摸出一把锤子准备将它了结,可就在这时,门铃响了起来,为了不被妻子发现,老王只能快速从后门溜走,而此时疯狂按着门铃的。 正是老王的丈母娘,看到迟迟没有人来开门,丈母娘只能自己打开锁走了进去,结果一进家门,就看到一个男人提着裤子跑了出去。 丈母娘瞬间明白,自己闺女没做好事,可当她训斥女儿时,女儿却直接表示,这是自己的事,跟母亲无关。 而此时的老王,已经一路跟随小帅,进入了一个电梯,他手里时刻拿着锤子,等待着机会下手,可直到他跟进小帅的公司,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 回到单位的老王一脸郁闷,他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眼下的困境,被戴上的绿帽子是怎么都摘不下来了。 就在这时,一个要拉双眼皮的女人,点名要老王为自己服务,结果老王在做手术的过程中,神情恍惚地,将眼前的病人看成了自己的妻子。 控制不住情绪的老王,双手直接掐住了病人的脖子,在旁边护士的阻拦下,老王才没有酿成大错,不过他刚刚的行为,还是惹怒了病人的家属,最终被按在地上一顿暴打。 回去之后,老王给自己打了一针镇定剂,才终于冷静了下来,不过这家伙已经在内心立了个flag,那就是坚决要复仇。 女人大口咀嚼着口中的肉,却不知道,这些口味独特的肉,是从他母亲身上一块块切下来的,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他太大胆了,出轨就算了,还把情人带到了自己家里。 结果这一幕恰好被丈夫看见,接下来的日子,女人可是遭了老罪了。 第二天,老王的丈母娘,怒气冲冲地找到了小帅,愤怒地指责他臭不要脸,和自己的女儿搞破血,可他们不知道的是,二人之间的对话,已经被楼上的老王全部目睹。 当天下午,老王就十分孝顺地找到了丈母娘,丈母娘一上来就是一顿寒暄,看样子并不打算告诉老王,自己女儿出轨的事情。 老王也看到了丈母娘的态度,他二话不说,直接拿出了一个针管,表示单位最近尽了一支美白针,对延缓衰老很有用处,所以自己这个当女婿的,先拿来孝敬孝敬丈母娘。 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爱美,半老徐娘的丈母娘也不例外,他当即乖乖地躺在沙发上,等待着女婿的美白针,可万万没想到啊,老王直接一针扎进了他的眼睛里,伴随着药效的推进,丈母娘直接赶了,但这也只不过是老王复仇之路的第一步。 接下来这家伙,才算是彻底地开始了黑话,干掉了丈母娘之后,老王一路哼着小犬回到了家,妻子还像以前一样,假装乖巧地迎接老王,老王拿出自己准备好的肉,让妻子放在烤盘里煎熟食用,看着妻子不住地夸赞这肉好吃,老王露出了邪魅的笑容,见兮兮地表示,可不咋的,这肉可是从你母亲身上献切下来的。 随后,还拿出老丈母娘的耳朵扔在了烤盘上,这一幕瞬间将妻子吓坏,跑进厨房疯狂呕吐,老王拎着酒瓶子追到了厨房,一针见血地告诉妻子,你干的那些破事我都知道,而你母亲之所以会死,就是因为她替你掩盖事实,妻子还想反抗。 结果下一秒,就被老王一酒瓶子打倒,老王愤怒地朝妻子发泄着,直到将妻子打成重伤,才把她拖进地下室里软禁了起来。 现在的老王,已经彻底成了牛蛊鹿老王,第二天上班而时,单位的女护士,看到老王的状态依旧不对,暗地里商量,最近一定要提高警惕,结果当天,老王就找了一个病人下手,看到老王如此病态的做法,正义的女护士果断选择报警,结果报警电话刚打通,就被老王一秒送上了西天。 手术室里的另一个护士,观测到病人的状态不好时,第一时间想让老王助手,可老王现在已经杀红了眼,于是乎,第二个护士也直接嘎了,在病床上的女病人更是不用说,跟护士手牵手一起上了西天,就这样,整个工作室里,就只剩下了一个护士,但这个护士也是很好心,想去看看老王的手术做得怎么样,结果自然也免不了遭气恶手,不过万幸的是,这个护士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,从老王的手里逃了出来,虽然身受重伤, 却也坚持着报了警,而此时,老王妻子的情人小帅,也已经逐渐察觉到了不同,绝对不要去得罪一个医生,这就会像这部电影中的受害人一样,死到临头都不知道错到哪里,这边的老王在单位里杀红了眼,另一边的小帅已经找到了家里,这一段时间他一直联系不到情人, 在得知老王已经知道他们的事情之后,心里更是忐忑无比,结果他刚走进老王家,看到了满地的鲜血,随后顺着血迹,从地下室里将老王的妻子救了出来,送往了医院,醒过来之后的妻子,泪流满面的悔悟,如果不是自己一时恼热,背着老公偷汗子,那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,自己的母亲更不会惨死, 此时的老王,已经被警方锁定成了连环杀人犯,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会放弃杀人,而是更加大胆地,闯入了妻子所在的医院,趁着小帅去上洗手间的工夫,老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病房,他无视妻子惊慌的模样,摸出一针液体,直接注射进了妻子的输液管里,下一秒,妻子开始浑身颤抖,身体完全不受控制,从洗手间回来的小帅看到这一幕,顿时六身无主,慌乱地呼叫着,而此时的女人表情更加惊慌,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此时的小帅当然不知道,老王已经来到了他的背后,等到小帅转头的那一刻,老王直接瞄准他的脖子来了一针,小帅本来还想制服老王,结果药物发作,他瞬间浑身无力地跪在了地上,老王邪魅地笑着,愤怒地将小帅踹倒在地,这个男人竟敢搞他的老婆,那他就要让这个男人知道,偷吃是要付出代价的,但随着老王的用力,小帅倒在了血泊之中,随后,老王拿出手术刀,开始给妻子做整形, 等到妻子神经涣散地从病房里跑出来的那一刻,所有人都被他的模样吓坏,看来这医生不光是整龙牛掰,毁容的手术也是一绝,老王知道,自己现在已经是个通缉犯,说不定后半辈子就要吃牢饭,可没想到上天让他碰到了一个流浪汉,老王心里瞬间有了新的主意,他拿起砖头狠狠地将流浪汉拍死,然后摸出流浪汉的身份证,揣进了自己的怀里, 这家伙确实是个狠人,为了能够改头换面,直接一砖头,将自己拍得面目全非,随后,老王来到了整形医院,按照身份证上的照片进行整容,几个月后,老王的脸彻底恢复,现在,他拥有了全新的身份,而他也会好好地利用这个身份,去将自己那还没有死去的妻子,折磨得生不如死,影片在老王得意的笑声中结束,整部影片可以说是又酸爽又恐怖, 其实人性是很难控制的东西,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背叛,更没有人可以预测,自己被背叛之后会做出怎样的报复,但其实,像影片中这样的事情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,只要婚姻中的两个人都保持忠诚,遇见什么事情及时沟通,在现在这个相对比较开放的社会,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,何必要搞出给别人戴绿帽子那一套呢,不过这老王也是,惩罚背叛你的人就是了,又何必去牵连无辜呢,不过从而我们也可以看出,被伤害到极致的人, 往往是会失去理性的,我是女汉子,主页还有更多好看的宝藏,咱们下期见